不可以 小手大手交叉相握 马力甲社区亲子班 以小游戏带出大学问 面对困难的时候要坚持到底 然后多方面的尝试 还有要团结的精神 都可以应用到细细相连 因为拥有失败的成功 才是更持久的成功 挑水乐环节 让孩子体验取水的辛劳 也让他们感恩生活的便利 以前的人就是很辛苦 现在的人就很方便 可以一开水盒就可以拿到两不下 以前他们要调水去找个水 你会怎样 不要浪费水 亲子游戏不但拉近了父母与孩子的关系 也让家长体悟要改变教育的方式 耐心蛮重要啦 如果因为在过程中 满脏的话 就可能就会造成彼此之间 就会有很多不需要的争执 或者自己也弄到自己不开心嘛 因为我们做妈妈的很多时候 在教育孩子的时候 有时候我会觉得 当我教训了他 其实我自己心里也是不开心的 小游戏大意义 不但促进亲子关系 也从中学习良多 大海新闻 郭玲玲 黄福元 马来西亚 马绿甲报导